大家好,我老客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B的up主 旁边是新人导演小先生 今天我们做一个如果系列 就是一个开脑洞的系列 其实我一直特别想做一个这种 不负责任的开脑洞的东西 比如说之前做的那个叫什么 僵尸病毒爆发会怎么样 又或者我后面想做的一个 比如说SCP基金会是真的会是怎么样 又或者比如说地球的卫星 突然从月球变成了木星 会是怎么样 是什么壮观的情况 会不会像流浪地球那个样子 以上的其实都是我平时自己 在玩的时候开的一些脑洞 以后我就试着想把这些脑洞 做成一个节目 让它效果咋样 如果好的话我就继续下去 不过以上三个 都不是我今天想开的脑洞 我今天的脑洞比较大一点 主题是如果克苏鲁克总是真的 然后我们的世界又会是怎么样的 可苏鲁你知道吗 好像是一个章鱼脸的家伙 你还是知道一点的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 你至少记得他是章鱼脸 杰克船长 David Jones是吧 David Jones就是依照克苏鲁的形象设计的 待会我跟你讲 为啥他要设计成那个样子 你知道湛羽脸的那个家伙是克苏鲁 是吧 但是如果说是克苏鲁风格的电影 游戏你说你肯定都知道 比如说异形普罗米修斯 就是一部典型的克苏鲁风格的电影 看过吧 很好看 迷雾也是一部 很好看 也是吧 还有一部是幻影胸肩1408 也是克苏鲁风格的电影 克苏鲁神话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小众文化 但其实克苏鲁神话在现在的文艺文化里面 影响是非常深远也非常大的 比如说恐怖大师史蒂芬金 恐怖导演温子仁 还有恐怖漫画家伊藤润二 都深受克苏鲁风格的影响 现在的恐怖悬疑电影 游戏漫画 多多少少都有克苏鲁神话体系的影子 其实非常非常值得了解 了解了在你眼里就没有恐怖片了 现在的恐怖片的都是我记得套路 都懂 今天有点期待克苏鲁统治的时间 好 那我现在来讲一下 什么是克苏鲁风格 要介绍克苏鲁风格 就要从他的创作者 洛夫·克拉夫特开始讲起 洛夫·克拉夫特全名是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 出生于1890年美国普罗维尔登斯 洛夫·克拉夫特出生的时候就是个小天才 三岁识签字 五岁被谈诗 六岁出诗集 非常非常聪明的 但是他的生活也特别艰辛 在洛夫·克拉夫特三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精神失常了 洛夫·克拉夫特只能和他的母亲 还有两个姨妈 还有他的外祖父五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 不过屋子是不错的 是个维多利亚式的小岩楼 全家都特别疼爱这个聪明的小洛夫·克拉夫特 他的外祖父还给小洛夫·克拉夫特讲一些自己编撰的歌特式恐怖故事 这些恐怖故事就是洛夫·克拉夫特恐怖小说的最早的启蒙 可洛夫·克拉夫特在活着的时候 他小说平平无奇 顶多算当时的三流小说家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刚才说的洛夫·克拉夫特式的恐怖 或者说是克苏鲁式的恐怖 不被当时的大众所接受 他的小说一般是从现实中取材 藉由真实存在的东西克苏鲁化来模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 故事中主角会对克苏鲁化的这些东西进行探索 最终去发现真相 从而带来悲惨和绝望的下场 这种操作更能让读者从这种暧昧的关系中联想到现实 从而感受到愚昧的人类愚蠢地探索了禁忌而招致到的报应这种恐怖效果 为啥他不火啊 就是因为当时他的写作手法有点问题 他喜欢用报告文学式的枯燥的方式来写 让读者自己去发掘故事下隐藏的真线 就有点像那种侦探小说加悬疑小说加恐怖小说的综合题 他强调那种未知的恐惧 在当时这有点太特立独行了 观点和写作方式或者说他这种恐怖样式 太超前了 单身的人理解不了 所以他一点都不火 不过在洛夫克拉夫特死后 他的好友奥古斯特威廉德雷斯 在和后来很多作者共同参与 整理完善 发展了洛夫克拉夫特是恐怖 或者说是洛夫克拉夫特的这个克苏鲁体系 感觉就有点像今天啊 今天的这种写同人小说的感觉 他们的整理再创作 使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逐渐逐渐被大家接受了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在最近十年 也就是2010年到2020年 洛夫克拉夫特还被誉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恐怖小说家之一 和史蒂芬金已经齐名了 这里面我讲一个冷知识 就是蝙蝠侠里面有一个阿卡姆丰人院 其实阿卡姆丰人院最早的出处就是洛夫克拉夫特的一本小说里虚构的一个小镇 名字叫做阿卡姆镇 大致介绍完了克苏鲁神话的诞生和洛夫克拉夫特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位主角 伟大的绿色旧日支配者 克苏鲁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克苏鲁 克总是怎么来到地球的 几亿年前克总带着他们的子嗣 还有他的眷属一起旅行到了地球上 看到这个星球环境不错 就决定居住在地球上 就在太平洋尼摩点附近 修建了他自己的城堡拉莱耶 同时还跟地球的原住民爆发了战争 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了地球上的一次生物大灭绝 很有可能就是二叠计三叠计大灭绝事件 后来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 克苏鲁沉睡在了拉莱耶里 他的眷族也和拉莱耶城堡一起 随着克总的沉睡沉没到了太平洋的海底 之后地球就陷入了一段平静时期 演化出了现在的人类 还有现在的地球的所有生物 虽然克苏鲁 克总已经沉睡了 不过他预言自己总有一天会醒过来重新占领这个星球 而且由于旧日支配者太强大了 他还可以透过他自己的精神能量来影响外界 所以上次那个火山爆发 是不是克总在动 对 是他发了个声吗 好 克苏鲁 克总我也基本上介绍完了 那我现在进入正题 如果克苏鲁 克总真的存在 我们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来明确几个设定 第一个就是 还是那句话我还得重复 就是克苏鲁 克总这位旧日支配者实在是太强了 超过人类不知道多少个层次了 网络上有同学用人类和蚂蚁来比喻克总和人类的关系 而我更倾向于用人类和灰尘的关系来比喻克总和人类的关系 所以克总是毫不在乎我们这些人灰尘的生死存亡的 第二则是 这种高层次的存在 人类是无法理解的 人类哪怕在梦里听到克总的声音都会陷入疯狂状态 所以如何这种情况 人类有很多精神疾病 无法解释的精神疾病 比如说人格分裂就有的解释了 第三则是 克总身边还有他的卷者和他一起沉睡 而且有少数已经醒过来了 清楚以上几条 那么来吧 和我一起进入疯狂吧 一乡人 好 如果克苏鲁克总继续沉睡在拉莱耶里面 那目前的世界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 首先就是关于拉莱耶 有些人会就会问 为啥在海底的拉莱耶我们没有发现呢 我们有这么前进的技术都没有发现一个海底的巨石城堡 我告诉大家肯定有 我们肯定发现了 但是发现的人都被克总的抑郁弄成疯狂了 或者死掉了 回到陆地 先不说他们能不能从疯狂状态恢复过来 即使恢复过来 也不可能有人相信这些人讲的这些离谱的故事 对吧 而且刚才说的 克总多少都还影响着这个世界 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心灵感应能力 他能潜入到人们的意识中梦中 这些被克总潜入的人 要么疯狂了 要么就变成了克总的信徒 而且世界上肯定还有一种神秘的宗教 这个宗教是崇拜克总的宗教 这些克总的信徒会去研究怎么召唤 或者怎么唤醒他们的主神克总 以获得克总的能力 其中的方式很可能就包括了活迹 同时很多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有的解释了 比如说我之前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提到过一种UMA 叫做蒙古死亡如虫 你记得吧 那个肯定就是克总的卷者 钻地魔虫 而且小灰人UFO外星人 就好解释了 这些都是克总的卷者 或者是其他就是支配者的卷者 还有很多地球上出现离奇的失踪事件 则很有可能就是克总的卷者 绑架了这个人 或者说这个人直接就变成了克总的卷者 而且有很多奇怪的精神疾病就可以解释了 还有好多什么杀人魔 人格分裂 多重人格都可以解释 这些人都是受到克总精神能量的影响 让他们陷入了疯狂的状态 所以这个世界虽然不会有太大变化 但是很多谜题就明载下来了 克总会继续用他的方式去影响这个世界 可怕的东西是当克总醒过来的时候 一旦克总醒过来 本来他沉睡的时候精神能量都那么强 他醒过来精神能量肯定放大无数倍了 看到听到或者被克总精神能量影响到的人 就会陷入疯狂的状态 这种疯狂是立马会席卷全球的 世界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了 克总就会从南太平洋尼摩点附近 醒过来浮出水面 要么他会向东前往智利 要么往西前往新西兰 此时我们还有意识的人 肯定就认识到 这个巨大的旧日支配者 是导致这场人类大规模陷入疯狂的元凶 世界各国都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想要消灭这个怪物 不惜代价 不计后果的消灭 毕竟赢了还有一丝希望 输了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什么核武器 激光武器 电磁武器 链子武器 你刚才说的 还有你见过的武器 没见过的武器 听过的武器 没听过的武器 一码全上 但不幸的是 我们人类的攻击大概率是无效的 即使对克总造成了伤害 克总也很快会恢复 这件事情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一个故事里面提到 克苏鲁克总曾经被切成两半 又会复原过 所以之后地球将在克总强大的力量下 全部 几乎全部 陷入疯狂 而随着克总一起醒来的 还有他的外星卷者们 他们就要开始他们的工作了 开始奴役人类 钻地魔虫 食食鬼 古老者 月兽 新知才 这些东西 虽然是远远不及克总 但是也不是我们人类能够轻易对付的 好 除了面对疯狂以外 我们现在还要面对无数的恐怖的异形 这场战争中 我们应该 应该 是应该绝对不能获胜的吧 当然了 脑洞开到这儿也不排除 那个做食不抗普的奈亚拉托提普跑来帮忙 人类最后绝地反击 赢了克总的情况 毕竟 那亚拉托提普算是克总的爷爷 但是这种情况概率极低了 基本上等于没有 克总和他的卷者很快就会重新占领地球 他们就会像在其他地球上一样奴役当地的生物 并改造他们 而现在地球上的低等生物就是我们人类了 有的人会说我们可以开始躲藏起来 但是这些人在克总和他卷者的精神的那点小 很快就会暴露 或者直接陷入疯狂 或者直接就死亡 当然 有的人还是可能会被准许保留理智的 条件肯定就是臣服于克总变成克总的奴仆了嘛 最终人类还是会永远的消失 要么去死 要么疯狂 要么被改造的更像克素的的卷者 最后克总会带着所有卷者和新的奴役 人类 离开地球 大概就这样嘛 我觉得 反正目前我的脑洞就只能开到这了 我们这几期的话题就每天一个蔑视小技巧 有可能是因为人类的寿命太短了 所以说有的 就是他不屑于去跟你battle 就很有可能 就是那种 比如说真的 我们先不说抛开克总 我们就可能说这个宇宙中那些高级性生物 我真的觉得这地球上有一堆灰尘 对 他们也不屑于跟你 对 根本不屑于说是来跟你开个仗或者来灭绝你一下 很可能我们人类在那些高维生物高等生物里面 在宇宙中这些更强大的生物面前就是怎么被蚊子盯了一下 就这种感觉 还有一种更有可能的就像那个纪录片当中说的 就是更高纬的生物它做事就不会像我们这种低等生物的那种想法 就是我们需要有动机 有因必有果 然后它如果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 他们做事的境界会更高 对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 他没有为什么要学 洛夫克拉夫特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不是描述了创世之神奈亚拉脱提普 为啥叫做瞒目吃鱼之神 就是因为洛夫克拉夫特没有办法理解奈亚拉脱提普这个创世之神 其实它能创造一个宇宙 凭什么它创造的东西能够理解它 对 是吧 所以它这个描述是有道理的 但你这种细思极恐之下就出现一个问题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它真的见过吗 为什么它的写作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它的这些东西就已经那么新颖了 甚至到我们现在一百年以后才能 对 还在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对 就是突一眼中说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某种情况 少数人跟克总有了交流 当然克总不一定长那样 或者说是这种形象或者有这种举动 那是可能跟克总这个层级或者类似的生物产生了交流 但是它又是少数的没有产生这种严重精神疾病的人 它受到精神疾病折磨 但是它没有产生这种严重精神疾病 最后把这种东西记录下来 这天才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越推导越发现 这个很有可能是真的 他好像解释了很多事情 毁灭吧 不感觉什么都能毁灭我们 丧尸啊火山啊 但丧尸这个事有可能跟克总也有关呢 有可能 对 这还有可能是克总的一种卷者的形式 仍然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反正我们脑洞就能开到这儿啊 屏幕前的你觉得如果克总真的存在 或者说是因为这些道理它就是存在了 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还是会更加的恐怖 或者说是我们的思考有啥问题 有啥漏洞 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期告诉我们哦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保持理智 目线疯款 再见 一起向日